从旋转机肌剑破裂来修补的话 那就是在传统就是用 我们就是划开一个小 大概就是所谓的开创性的一个手术 然后一样就是把我们的三角肌剥开 然后再去修补你里面的旋转机 大概会采取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关节镜手术 就是利用关节镜 做几个小孔 然后利用关节镜进去 把你的宣传肌剑修补到骨头上面去 让它恢复它的原味 那所以以宣传肌剑的话 现在还是大部分还是会采取用关节镜手术 当然有一些医师还是用传统的方式 也是可以得到一个相同的结果 其实我们的肌剑风 就是把剩余的肌剑 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可以去取代的 应该说没有一个很好的取代我们的肌剑 所以我们都是把剩余的肌剑把它拉回来 拉到它该在的位置 然后用所谓的卯钉 卯钉就是一个小小的钉子 然后后面有线 钉子要打在骨头里面 我们需要那个线把肌剑跟骨头绑在一起 让它去长 那会用 卯钉就要看破多大洞 我需要用多少 有时候不是一两只可以解决 我们修补方式 在略分为我们叫单排跟双排 我们应该这样讲 所谓的单排就是我们把钉子打一排 譬如说我们机械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把钉子打 譬如说这条机械我需要用两只钉子 我就把两只钉子打在 大概它可以拉到的位置 然后用两只钉子是一排 我们叫单排 然后就直接把肌剑给它缝合住 那这种肌剑跟骨头的接触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线一个线的接触 这是我们一开始在操作的时候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本来我们肌剑是一个面的接触 所以为了重塑它看什么面的接触 就发展出所谓的双排 那双排就是内排外排 我们把它叫双排 内排就是还是像这些带线锚钉 那我们就穿过肌剑把它往外拉 然后譬如说你可以把它交叉拉 因为它一条有两头 然后就可以把它交叉 然后就交叉跟这样把它拉下来 然后在外排用压线的钉子把它压住 让你的肌剑跟它贴在它该长的一个面 肩关节的置换 到后来如果是脱压性关节炎 那如果说它的这些软组织 比如说旋转机肌剑是好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所谓的全人工的肩关节置换 譬如说像这个公骨头 那我们就会把它头切掉 然后放一个人工的公骨柄 然后再加上一个公骨头 然后在我们的肩鱼呢 就装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PE 一个塑胶的东西 然后来取代我们坏掉的关节 那它的条件是 它的旁边的这些旋转机肌 要是完整的 要是有功能的 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地方 因为它肩鱼的缺损不能太多 所以当你的旋转机肌有问题 很破的很大 没有办法做这样子 或者是肩鱼的骨头缺损很大的时候 大概就是要做到下一个阶段的 所谓的反式肩关节 那反式肩关节一样就是要 大概这公骨柄的做法是一样的 那它的这个肩鱼的地方就不一样 它这个我们都叫做 它的肩鱼的一个底座 然后呢 它把我们原本 原本一个公骨头是圆的 它把圆的装到我们的 肩鱼这个地方来 它就像这样 给它装圆的装到这边来 公骨柄是相同的 但是呢 它把平的装到我们公骨柄 让你的肩膀变得 有一点往下往内拉 我们叫做我们把它的旋转中心 往下往内拉动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外面的旋转机 它是利用我们最外面的这个三角机 让它来带动它的活动 逼不得以下 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们再来使用这种反式肩关节 那当然它绝对不能够得到一个 完全的功能 但是是可以得到一个堪用 可以让你的日常生活 至少可以自理的一个功能 我可以不带动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